大家好 皮询书 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个党派 我们知道的啊 有什么包子党 面挂党 五毛党 是不是 各种党 江河党 矮子党 其实还有一个党啊 就是遭遥喘谣党 中国的历久迷新的啊 永远都不这个缺席的啊 就是遭遥喘谣党 因为中国人没有知情权 没有知情权的人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遭遥传遥 遭遥传遥是对一个人的 与生俱来的知情权的 坚定的捍卫 是不是 我们说人呐 他有两大属性啊 第一大属性就是什么 人是用泥土造的 所以人死了以后的骨灰的分子结构 和泥土的分子结构 没有任何某区别啊 一模一样的 所以人生下来 他有一个土地的属性 也就是说人生下来以后 你一定上帝给你一块地 否则你没地方站呢 是不是 你现在你站在人家的这个院子里面 你是侵犯人家的产权 人家可以 你在美国可以人家把你一枪把你给崩了 是吧 因为那不是你的土地 那你的土地在哪里呢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土地属性 第二个属性就是什么 就是说话的属性啊 就是思想的属性 说话的属性 你看动物不会说话 人会说话的 所以人有一张嘴巴 嘴巴 动物的嘴巴是吃 人的嘴巴呢 除了吃还会说 是吧 所以呢 造谣传谣啊 是对你的个人的作为一个人的 知情权的坚定的捍卫啊 今天呢 上来搞点高达上的这个内容 先说点这个理论啊 为什么呢 为继续我们的这个造谣传谣的伟大的事业啊 找不鸟 完了以后 向细胞子学习啊 细胞子现在都五个自信了啊 我们也要搞搞几个自信好吧 我们要至少两个自信 一个造谣自信 第二个是传谣自信 是不是 至少两个自信是要有的啊 最好是三个自信 我待会想想还有什么自信啊 这个细胞自己是文化自信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还有什么道路自信 然后现在来了一个历史自信 哎呦 叫自信 那今天说了这么多 那这说着什么刺激的内容啊 造什么谣的传什么谣呢 当然就姚明啊 姚明同学啊 出事了啊 国内很多个这个造谣传谣党啊 造谣传谣党在说姚明 为什么姚明又有什么好说的疑难呢 是不是 而且都已经退役了 又不是个当下的明星 还是个官员吧 叫中国南修协会的主席 呦 官庭大的啊 官庭大的 凡是这种这个 二不拉干的什么协会 什么作家协会 书法家协会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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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家协会啊 什么油画协会啊 什么南修协会 乒乓球协会 全是他两个都是太监 全是他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 你要这个协会干嘛 要么你有政府的官员啊 因为你有政府官员 公务公务人员 理所当然 你一个南修你政府会搞什么协会呢 有毛病啊 是不是 所以姚敏呢 以前说姚敏挺聪明的啊 但是姚敏最近遇到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就说出的挺好笑 是吧 造谣传谣啊 说这个姚敏呢 和这个前一段时间 火到全世界的这个彭帅同学有一腿 为什么呢 他们俩怎么会有一腿呢 彭帅不是这个张高丽的这个马子吗 是不是 那彭帅 姚敏再有色胆也不至于对彭帅有意思吧 哎 他们说是有意的有意的制造出这么一个东西啊 原因当然很简单 就是彭帅后来不是在上海玩吗 是不是 接受了这个 需要什么来着啊 南华早报的是吧 南华早报的 一个 一个现场的采访啊 说你现在有没有说到微信啊 你写那个信是什么意思啊 哎 现场好几个人 哎 有几个女的不大熟悉是吧 但是有一个人 你再不熟悉你也会有印象 因为他个子太高了 在现场 哎 再 眯着一个小眼镜啊 抱着一个手这么抱着啊 然后是看着彭帅 眼睛里流露出这个 爱与爱与爱的忧伤是什么吧 心心里想哎 这个姑娘长得不错啊 为什么就看上张高丽呢 为什么不看上我姚敏呢 你说我姚敏多高大啊 是不是 哎 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这个东西都很奇怪 李彭帅你去接受记者采访 这个东西 地球人都知道你肯定是要是安排的 是不是 否则你为什么不接受中国国内的媒体的采访呢 为什么恰好就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南华早报的这么一个媒体 跑过跑过来问李彭帅呢 你你来一个上海的新明晚报多好啊 是不是 多有意思啊 或者来一个这个人民日报啊 新华社也行啊 最好是新闻新明晚报 因为新明晚报是上海的市井报纸嘛 所以 所以就家常里短的八卦呀 是不是 哪个家里的这个马桶 这个堵了呀 是不是 哪个家里 一老鼠被 把一个 把一个那个上海的大妈给咬了 就这种新闻各种 是不是哎 有人专门搞这个新闻 还名气很大 这多好 为什么搞个南华早报呢 哎 现在为什么还要咬名呢 你说呢 有那么糙巧吧 有毛病啊 不外乎就是为这个张高丽这个就辟谣呗 就是让张高丽这个事情就是慢慢就淡出人们的实现吧 有没有效果呢 有 当时那个事情采访以后后来大家就忘了 忘了这个事情就是大家不再说张高丽和姚明的事情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被人否定了 而是因为什么话题 这种八卦的新闻 他的热度就是三天 因为你张高丽是一个所谓的常委啊 所以你的热度呢 可能有一个月啊 我就给你打满打满算一个月 至于你彭帅 如果彭帅跟姚明的事情的话 他的热度最多有三个月 因为姚明和彭帅虽然也是很有名 但是没人在张高丽的官大呀 所以你就是就是三天 哎 所以为什么当时安排姚明呢 哎 为什么姚明要瞇着个眼睛 你看着这个彭帅一副黏敏的样子呢 一副爱与爱与愁的样子呢 是不是 所以很有意思啊 所以有人就说哎呀 也许姚明跟彭帅有一腿呗 是不是 否则你这个时候烫这张浑水干嘛呀 要割姚明你 但凡你稍稍有点这个判断力啊 或者有点独立人格 哎 我们今天提个词啊 对一个男球运动员 提独立人格是有点苛求 是不是哎 但是姚明不算苛求啊 为什么慢慢说 慢慢扯啊 说姚明你如果单凡有那么一点点想法 你就不应该躺这张浑水 因为彭帅和张高丽的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哎 这两天还有一些个国际上的女性的这个 呃 网球运动员还在说这个事呢 还在说 只是大家都不在关心呢 又披离他了嘛 是不是 你姚明有毛病了 是不是 你干嘛呢 是不是 你没必要嘛 哎 所以就说这个事啊 肯定有来头 就是他会人为的制造出一种啊 姚明跟彭帅比较亲近啊 说不定有一腿哦 否则为什么要 这会儿要站出来呢 是不是 而姚明呢也是接受了组织上的任务啊 去陪陪彭帅 就接受一下 接着采访啊 给人一种你们这个体育界的大人物啊 民心们都在一起这个就相见圣欢啊 什么彭帅跟没事人一样的 挺好的 那当然就是替张高丽掩人耳末呗 转移视线呗 但是问题就来了啊 首先只有两种选择吧 第一种就是姚明跟彭帅真的有一腿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我做我说实话啊 我虽然说是造谣传谣 但是我还是还是不大认可这个事情 因为姚明也没那么傻啊 姚明人也不差是不是 你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 也不至于要跟张高丽去抢这么一个女人 是不是 但是架不住老百姓他会这么想啊 或者更重要的是架不住土工的媒体啊 土工的中宣部啊 土工的他人为的引诱导出这么一个话题 所以他们说这种现在中国国内 有人说姚明跟彭帅有一腿啊 这个话题是共产党友谊的制造出来的 就是当你说哇 彭帅这个人他妈的真是啊 原来不仅跟张高张高丽有一腿 跟彭跟姚明有一腿啊 是个男人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发现 共产党为了保张高丽 他不仅牺牲掉彭帅的个人的名誉 他也什么呀 他也把姚明的个人的名誉也牺牲掉 最关键的事情 姚明他这个时候还什么 还笑嘎嘎的去捧场 去参加这个局 去配合共产党演戏 帮张高丽帮共产党眼人耳目 你不觉得这挺搞笑吗 所以我的标题也说了啊 人呐这个人呐真是你你你你如果是有一条活路 还有的话啊 有一条独立自主的活路的话 就不要沾上共产党这么个流氓组织 一旦沾上共产党这个流氓组织 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你很有可能就是生命囊子 也可能就前功尽弃啊 一旦沾上共产党你的个子再高 你也是一个矮子 你也是个侏儒 知道吧 所以这个东西咱一定要好好说清楚啊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期呢 为什么要造谣传谣呢 因为姚明在我们的心目中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想法的 因为姚明在美国打过球嘛 他还是开过眼界的嘛 是不是 姚明没有当哪一些主席之前说话挺有意思的 像个知识分子 像个公知 但是说话那个声音呢 这声音线比较有底气啊 说话呢 还有那么一点点文明的那种感觉 他不像中国的其他的运动员 中国的其他运动员都是一帮文盲的 知道吧 都是一帮他们的 除了有点运动的能力啊 是啥都不懂 就是一帮彻头彻尾的文盲 因为中国的运动员他从小就培养 他没有上过学 他没有任何的知识训练 思想的训练 文明的训练 啥都没有知道吧 就是一群畜生 就是一群这个会跑会跳的 这么一群这个 就是个动物吧 就是动物 动物 你说你说你一个一个白米运动员 你去个脑虎跑 你跑得过吗 你跑不过吗 是不是 所以中国的运动员他就是一群动物 但是姚明有的时候 我们以前认识的姚明啊 他是一个例外 或者至少有个小例外 他有时候会说几句话呢 就没想到当了一个所谓的南协主席以后啊 成了共产党的这个什么叫做御用的或者豢养的太监以后啊 因为就是就躺这趟浑水干嘛呀 你把自己搞搞得是你个子那么高 结果你是秒变侏儒有意思吗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啊 他真的是不能够粘 你如果不是一个官员 你不要粘进去 你进共产党的这个圈子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什么狡猾 足够的厚黑穴 脸皮足够厚 你真的你会你会躺着中枪 你中了枪以后你都不知道 你看这两天 这个什么知识分子吧 就是那个讲杨恒军啊 又说在监狱里面关了这么久了快死了 是吧 还用自己没错 还说写了一封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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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是什么 说自己已经准备死在监狱里了 又没判他是不是 说我认为我没错 我没我没做过对对不起中国的事情 你说你说你一个澳大利亚人 你干嘛呀跟土工搞得这么近呢 是不是你干嘛呀 相干干的回到中国 还要跟习包子一起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你自我感觉太好了 然后就以为自己是土工的人 以为自己是赵家人 我告诉你 你杨克军不是赵家人 你这个彭帅也不是赵家人 李姚明就更不是赵家人 不是赵家人 你就去他远远的 越远越好啊 不要这个自己 不要这个沾这汤 烫这汤浑水啊 不要不要跟共产党搞一块 再说一遍 人一旦沾沾上土工啊 天使都要变成魔鬼 人一旦沾上土工啊 个子再高也是诸如是吧 真的人一旦一旦沾上这个土工啊 真的是 一个再聪明的人也变成一垃圾 真的不要搞这些事情 所以呢 姚明和彭帅啊 我虽然是说是造谣成呀 其实我是在提醒我自己啊 我也不想提醒别人 我没这个能力啊 因为中国人如果土工给他个机会 就像我们这些个知识分子 天天在那里假装批评共产党 这个那个的 如果你不由共产党保持足够的物理距离 我跟你说啊 就像包括我在来 我如果在中国 如果共产党 最好和你这个文章写的不错啊 给你一个官大 让你当一个县长 向外书记试试呗 去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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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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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给你一个地方你去搞一搞 我我估计我敢跟那个那个席包子 立马填小指头 哇谢谢就谢谢手掌栽培啊 我一定把这个工作做好 人就这么贱知道吧 那人是经不起试试试的 圣经说的好 不要叫我遇见试试 真的真的 所以你看姚明就是给了他一个难写 难写主义算个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有毛病我觉得